中国国民党黄复兴的黄荣华党部为了邻居党员的向心力 特别开办了爱花莲的系列活动 13号聚集党员到崇德村的海滩来举办进滩活动 来把游客留下来的垃圾清除完毕 还给花莲一片好山好水的美丽风景 为了感谢一顾高雄市长曲坤原黄复兴黄复兴黄荣华党部 在13号一早邻居党员在崇德海滩上 先是举行15分钟的哀悼会 肯定高雄议长为党付出了和努力 伸张正义 反对专制 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 反对独裁 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 反对民粹 反对民粹 花莲拥有好山好水 黄复兴黄荣华党部也集结了党员来个敬滩活动 希望透过大家的响应来维护花莲的好山好水美景 今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复兴黄荣华党部 办的第一次爱花莲系列活动之一 今天的主题是从这海边的敬滩 这主要目的是实际去做爱花莲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从这海餐 希望把一个观光都市的海餐 把它弄得非常的干净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是 就是检实这个垃圾跟移动漂流木 让这个海域的海餐能够非常的干净 那后续我们每一季也会办理 黄复兴黄荣华党部爱花莲系列活动 可能也有进山的活动 也有协助社区导舍的活动 那是这是我们第一场活动 最主要也是要凝聚我们党员的向心力 像中国国民党在最弱势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服务地方服务社区 服务周边的朋友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能量 副主委联一龙和王丹玉也同样来 共襄盛取有意义的活动 主要是凝聚我们这个防护兴党 再加上也提倡这个 这个一种非常保护我们自己的沙滩的环境 然后针对我们崇德的海边 做一个今天做一个所谓的淨滩 也非常高兴我们的主委 严主委也非常的重视这一块 虽然这是第一次 那人数有限在交通 因为交通的关系 我相信下次会越办越好 那今天主要就是做这个崇德的淨滩的活动 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的各乡镇 针对我们的这些黄复兴党的党员也好 带着剑鼠这个在大太阳底下 做这个淨滩的活动 非常感谢他们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前王主任 也是前仪会的总干事 提供我们的场地 也借用我们这些场地的使用 非常感谢他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今天防护兴党部 防护党部到崇德海滩来做淨滩 最主要是为了我们整个花莲的一个霉 把我们整个海滩把它浸干净以后 让游客来感觉到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个舒适的海滩 那崇德海滩是位在我们这个清水断崖的这个旁边 整片的这个大海非常的美丽 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那我们黄中华党部呢 也为了我们整个花莲的乡亲 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些游客的一个福利着想 所以我们来举行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淨滩活动 大家拿起垃圾袋和手套沿着海滩上 弯着腰捡起游客和钓客留下来的垃圾 一一装进垃圾袋里 虽然一直要顶着大太阳 还是不减大家对这一片淨土的热情 就是要维护自己的美丽的家园 记得继续节目到